我們剛剛說的是吸引彈球的一個高尖計劃的單位 不如我們回覆一下這次我們整個推售計劃的大致 首先說一下我們這次推出多少個單位 剛才我們提到價單去買 其實我們也有些單位是會做招標的 這次高尖系列我們推出總共15個單位 當中我們有9間會以價單形式發售 即是價單形式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價錢、payment優惠 你們稍後時間可以在我們官網看到價單上已經同步上載 另外還有6個單位 包括這裡的2樓連平台的單位 我們的高尖系列 以及19樓或以上我們有5個單位 都會推出市場 不過我們會以招標形式發售 同日也會有我們的標書 也可以在我們官網看到的 那威哥我們什麼時候賣呢? 這個我想我們開放了先 開放了先 然後看情況 然後再決定接下來的安排 也是針對大家剛剛說的一些高尖的客戶 我覺得五個假期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沒錯 因為五天都很多 每天都預計很多的外地人來香港 我覺得那個探望不錯 因為我一個想來 他都要看看那個現後的單位 那現在怎麼行 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認同三 你燒安寫了 過了 是的 我們現在當然要埋下關子了 其實是這樣的 燒安是出了的 其實今早跟威哥談過了 就是因為我們針對這一群 叫做國內市場的買家 知道接下來長假期五一 他們是可以開始放入假 有五天假 那就有機會可以來到香港 所以我們這十五個單位 將會在五月一日公開發售的 公開發售的 是的 剛剛我們講過招標單位 我們就因為始終是招標 沒有一個價錢去交代給大家 那不如我講一下 這九個價單單位我們的總值是多少 如果以我們的樓價去計算 即未計算Discount的話 是的 那就是一億九千八百四十萬 普通 一億九千八百四十萬 是的 今次我們最低的單位 我recap了一次 就是二座三樓C 它折實價 折實價 採用我們這個高尖財進滴滴金付款計劃 它的合約價只需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元 在說的赤價是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六元 但是裡面是已經再送了我們剛才說的 四十八萬加持禮券 還有車位 還有一個車位權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吸引的 要說三次 沒錯 重要的事情 好 沒錯 那麼這個買… 那麼我們稍後時間 這個單位 或者我們高尖系列 都要開放給別人參觀 是 沒錯 沒錯 那麼現在我們就在做最後的衝刺 那麼我們會整理好 靚靚仔仔 到時就有一次過開給公眾看的 因為其實知道有很多買家等了很久 不過我們都要選一個 可能風和日麗的日子 那麼我們就會開放給市場參觀 是的 那麼我們預… 其實… 禮拜… 咦? 天氣變好了 沒錯 真的要開得到 哈哈 是的 那麼其實我們預約了 這個禮拜尾 已經可以開放給市場的了 那麼只要有興趣的買家 是可以過來我們現樓那裡參觀的 其實我們項目的另外一個特色 跟外面有些豪宅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以現樓形式發售 以現樓形式參觀 其實買家呢 尤其是內地買家我都很知道的 大家都很喜歡 我看對哪間就買哪間的 沒錯 我們這裡都會秉承著這件事 那麼除了我們開放這一層21樓 是連傢伙的示範單位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20樓 都是一個以清水形式 給買家去參觀的 那麼變相了買家他來到現場 他感受了我們的氣氛 他見到我們的景觀 然後才去決定買樓 對他們來說是最舒服的 那麼加上第二舒服就是 他發現原來的賠償 他不用說第一時間拿這麼多錢 還要幫我們有機會給我們稅 那麼他預期的首期就更加少 更加靈活 那麼當然了 買家如果他說 喂不是啊 威哥我呢 其實我想半年左右就住了 有沒有方法呢 其實OK的 到時跟我們提出 提早成交 我們是會接受的 那麼他都可以提早成交 那就早點成交 早點去收鎖市 早點搬進來這裡住 其實是非常非常靈活的工作 好了 那麼我們今個星期尾 資政開了 那麼這段時間 你是不是放假了 當然不放假了 威哥明天 先去一遍 剛剛入了application form 威哥批了 接下來我們其實蜜來僅股 剛剛都說過 其實我們高尖 那內地買家其實也是一個市場 明天我們已經會去深圳了 還有深圳 或者接下來會針對國內那些高尖 沒錯 接下來其實呢 除了深圳之外 我們廣州 另外還會可能上海 北京 其實四個地方 都有 都會去部署 我們會去推判的 沒錯 接下來我想都是要針對客戶銀 因為剛才他剛才說的 正確有尖 我們接下來會去深圳廣州市 大灣區為主 然後下一步 其實同步我們在上海 就是華東區那邊 都在做一些推介 當然今天說完價錢 有關的payment之後 其實那邊一直在做推介 其實我們希望 今次我們可以全國性吸引一些尖字 因為實際上我們這個區 可以說 在新界來說是一個豪宅區 當然你說有些人 哪些人會特別喜歡 正如他剛才說 科學員和中大相關的教授 或者國內來的再公讀的博士 或者某個學齡人士其實喜歡 所以我們都會針對這批人 我相信這批人的校民都不少 當然所以這區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希望可以直接去到這些地方去推介 接下來我們要先在大灣區先做 下一步通過在其他區一邊做 當然自己可能未必需要自己上去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有些網上的推介 我們都可以在台上做一個推介 另外要補充一下 剛剛講完那個有關的 都想說一下那個價錢 因為正如剛剛講的價錢 事實上都是一個大的折扣 但我覺得都是反映回市場 因為事實上要看回市場 每個人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是在調整 我覺得都要找一個機會去探底 或者撈底 大家用這個名詞 大家知道最近我有些項目 亦都成功撈底之後反映好 事實上我們真的加了價 我覺得那個也跟我們的預計是混合的 所以這個盤 雖然你自己看用那個撈底 我覺得是好事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如果用撈這個字 其實亦都代表這個價錢 其實真的是一個低無果 低無果 真的已經很吸引的水平 因為在這個位置 你地價起都不止這個價錢 你一萬三千多元 這樣沒有可能 你想想正常都不止這個價錢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 我們所要這麼說 加上我們本身的單位也不多 我覺得給一個機會 因為先前很多代理朋友都參與過我們 我們先前的一些項目的銷售安排 他們都一直在現場實樓署都問 喂 究竟你們這邊撈完 我什麼時候撈到那邊 朱爾署那邊 即是新界的那些朋友都說 很夠的 你撈的網路也過來了 說不行 你這個魚池在隔壁而已 你當然是撈完這裏 撈完然後就在隔壁 那剛好 那邊撈了 亦都成功探底 我覺得探底的這個概念很重要 就是在你朋友好像是 這個價錢罵了 但不是代表壞事 罵了 罵了底 好像我們那個加到最高10% 你想想出油低位加到最高 向上加了部分單位加了10% 你想想那個 其實那個吸引力多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絕對有能力 可以做到這個東西 寧願不要緊 投過少量單位 九個單位不重要 就是當一個很吸引很吸引價錢 給那些市場的客戶 就是優質的客戶 之後我們就再看實際的反應 如果是好的反應 就調整 我自己覺得很有信心 因為最近有一個經驗 以前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是的 其實這批客人很實在 真的很實在 市場上量不會很多 但是我們所剩的單位也不多 我們剩下多少個單位 剩下70個單位也不多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罵完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給他們的機會也不多 所以希望客戶在這個時候 可以把握機會去做 我自己也很有信心 我覺得現在市場上的好消息 大家都看到了 這些經濟已經呼籲到正常 接下來美國減息 縱使它未必6月7月減息 但是今年年尾怎樣都減的 看看款式 按照經濟數字 它減息其實對整個市場是利好的 其實趁這個時候 在這個位置 撈底 或者在低位可以捕捉這個機會 越來越少 所以市場上 接下來的盤 在低位捕捉的機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盤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這個機會 即客戶可以把握住這個機會 趁這個機會 在低位 可以捕捉到心目中理想的單位 無論是Payment也好 又有車位又有利 哇 我都說自己真的說得很 說得已經數到不得了 所有優惠集齊一隻 還有一萬三千多塊錢 一萬三千多塊錢 你起都不止這個價錢 是嗎 即是你港島罵它過光罵 是呀 過光罵 過光罵 希望兩邊都是 罵完再罵 這個語詞就是哪個語詞 被人罵 罵回家 好了 大家今天OK 就是我們繼續罵 是呀 OK 好 可以回覆一下 這個項目的消息暫時 討厭 內地客比例高不高 聽不到 內地客的比例是多少 內地客比例 其實我們每一期都不同 我們總共260元 是的 賣了194個單位 是超過七成 如果你說總套現金額 其實就有29億5千多萬元 國內客其實就沒有特別多 因為以前就是 首先買的時候要付30元 有沒有記錯 所以國內客如果沒有記錯 那個數量 我想是單位數字 即是可能一定低於實動性不多 但我覺得它的空間應該大 因為你國內的朋友 他們來這裡覺得OK 可以接受到 因為第一 環境適合他們 室內的面積適合他們 應該可以延估到 我希望它有個位數字 可以提升 現在剩下單位不多 70個也有限 但我相信這批70多個 剩下的單位 我相信國內客比 我相信這百分之 照現在外面我觀察到 應該有機會去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如果甚至是百分之三十 即是在70個 至於70個計算 那個百分比 所以我們希望 加上我們今次在國內 將會做一些 將會做一些大型的推介會 我相信那個比例會達到這個數字 剛才提到那個 二十樓的清水 是否都是私作 都是私膽的 沒錯 我們今次高尖系列 就是能夠詩 星期尾即是大約幾個程度 開放的 可能單位 星期尾 今個星期尾 星期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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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只開星期尾 星期尾 因為他都在 沒錯 而且你一天都要在這裏 沒錯 因為我們這幾天 譬如今天我們談論價錢之後 你都要跟一些 第一我們就想在國內做一個推介會 另外還有香港本身的代理 他們都是今日之資料 他們今日之外 你都要跟他們做一些訓練的事 因為他們了解本的特色 包括Payment 優點在哪裏 還有這個單位 也是明天開始開放給他們 要做幾天訓練 然後他們都會推介給客人 所以變成要少許時間 就不會立即開放到人家 就很難以 那王竹坑那邊會不會有他的數字入地 或者 例如那個三支入地 現在忘記了 三支 他罵完底已經贏了 還說不用一匹了 都是罵完那邊 那邊一定會罵的 那邊不罵的 他已經賺了交代了 交代了客人開心 開心已經不需要解釋任何事情了 現在就先 另外我們這邊再厲害 希望他真的能幫到客人 又可以成功 那有沒有希望到10下人之後去減 哪個 這個本來 因為他說罵完之後會減 我自己覺得是有信心的 因為剛才我自己說的情況 香港無論經濟或政治因素都穩定 我想對整個樓市是穩定的 你看到三月份的成交是很多 那麼四月份會死 三月份會減少 但我覺得是健康的 因為三月份撤爛了之後 突然衝上去的成交率 一二手是多到多 那麼四月份是正常的 我覺得成交量是正常的 但這一刻你要留一點 四月份他的成交量 一定會比三月份低很多 但是一樣東西 他的質量提升了 換我講 平均每一個單位的成交價 是不肯定高過三月份 亦都代表香港政府撤爛之後 成功吸引了優質的國內額 但這個就是關鍵 但開頭三月份是大家儲了能力 一次過在三月份來香港買下 反過來 那些人買完之後 下一批來的哪些呢 講質素的人 包括剛剛講的高尖那些客戶 因為那批人要長遠在香港 要自己有自己的事業 其他各方面的安排 讀書各方面的安排 都需要為一些優質的物業 所以看到今個月四月份 整體物業的平均成交價 成交的單價 整個單價是明顯比三月份高很多的 所以今個月四月份 我自己預計 他的成交量一定會比三月份低很多 肯定的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三月份一手成交量是四千多宗 接下來四月份都不會超過二千宗 現實 大家突然聽到 突然間你會覺得 嘩 突然間這個市場很差 不是的 這個市場反而是代表市場穩定了 穩健了 因為為甚麼呢 你三月份就是衝起市場 設立了這個因素 令到市場有一個 不是一個正常 或是一個超於正常的反應 那四月份反而是怎樣回事呢 那些人買完之後發覺香港整個形勢開始穩定了 那開始會投入資金 那你投入資金 買一個二千萬樓的人多過 比買一個五百萬樓的人 對香港整體的經濟是有幫助的 那歲月份它會反映到這個 未來預計五、六、七月甚至以後呢 那個質量是會一路提升的 那當然你的數量 因為突然衝了一輪 它沒那麼快可以調整 但你平均來說 你看看一手的成交量 沒有四千宗 但平均來說都應該有1500宗 但1500宗都很厲害 1500宗到一年 加上了預計今年整體的一手成交量 是25000宗左右 25000宗左右 如果比去年起碼增加15000宗 15000宗已經可能消化了 大家一般困擾市場那種的貨味 大家一邊說貨味 二萬宗 但是你不要留意 四月份 三月份其實燒了貨味 這個負面因素 其實慢慢又淡化了 漁貨 貨味的因素淡化了 息口因素淡化了 政治穩定了 在幾方面的利好因素 現在我不看不到樓市會有向下的情況 我一直都預計樓市向上的機會大很多 七成 現階段我仍然覺得樓市未來向上的動力 有七成的機會向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